好青春的样子啊 简单做个给我介绍吧 各位老师好 我叫汪婷 我是一名18年病史的重症肌无力患者 如今肌无力就像我的闺蜜 伴障我一生 谢谢老师 真没有看出来 就是只能听出来 声音就说话好像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 没有 其实你们看我的眼睛是闭不上的 光光我的表情 你没有发现 我控制不了我的表情吗 就是我没有办法微笑 其实我很想 你最烈有优势 所以显年轻没有表情 所以我很想 那是几位老师 露出发太阳的微笑 晨曦翻不到 很可爱 很对说话呀 但是说实话 我们印象中的重症肌无力患者 那真的应该是可能 就是推着轮椅上来 对 我是情侣 你就一直是这样一个 没有没有 我五年死了六次 又活了回来 我17岁那年吧 2003年 我上高二 我就发现我听不见我自己的声音 嘴巴可以动 但是没有气 就是这样的 过了没多久 吃饭通不下去 喝水的时候会呛 会从鼻子里面喷出来 然后会呛得半死 漂亮就觉得不行 等一下我就看 全国所有的知名的医院都看了 诊战为重症肌无力 那你当时这个最重的状态是什么 我最重的状态 我就瘫痪了 就整个人瘫掉了 所有的地方都没有力气 我的手伸不开 然后胳膊抬不起来 就这样拖着 腿也没有力气 然后他们就轮椅推着我 头也抬不起来 就搭在那个轮椅上 就是要或者有个人 家里在后面把我的头拖着 所以病情是进展得很快的 一时都很健康 十七岁之前 我能跳能笑能唱 我还是班上的文艺委员 我的梦想 就是像您这样 站在上当主持人 就是一个晴天批语 我觉得 我安了这辈子 那你怎么恢复过来的呢 坚持不限康复训练 后来我才知道 康复训练 是需要很大一点费用的 所以我就自己发明了 好多康复训练的方法 我当时就是用那筷子 把嘴一点一点地撬开 因为我嘴张不开 舌头在里面就是 像一堆烂泥一样 僵硬的 我要把筷子伸进去 去撬到我的舌头 这样我说话才能清楚 我就一天一分钟那么练 有的时候那些 就被我练断了 可能一天就是要练 那你舌头什么会受伤吗 我舌头练破了很多次 就是可能就老解了 但是不练的话 不行如果不练的话 说话会越来越不清楚 我手的话 如果这边有一面墙 我就会去爬墙 因为我手提不起来 我穿衣服的话 一件衣服 可能要穿一两个小时 我刚才二十八九岁的时候 走路就这样 或者是扶着墙 胡托百段 走五步我就移 就这样 我就走五步 十步 一百步一千步 现在走一万步 没有问题 真是不容易啊 而且我知道啊 挺康复的很好 都能跳舞的是吗 现在要跳吗 现在跳一个 天青露身体稳定衣 哇 那我说一下 我看我的电影想 好啊好啊 去年的时候 我从ICU出来 我感觉自己好像宽阔的 还可以 我说要不要 我去报了一个什么 舞蹈大赛参加一下 当时北京有一个 还不错的国际舞蹈大赛 我就报名 跳完那个舞蹈 我也没有抱什么希望 我就走了 这两天警委会听我打电话 说你叫汪迪吗 我说是啊 哎你昨天哪儿讲的你知道吗 你怎么不领讲 我说啊我哪儿讲的 我当时跳的是 《大话西游》里面的 那个一声什么一声 然后那一段舞 我把自己想成是 紫较仙子 可能是因为 那种感觉 感情 触动到的几位 评委老师 当时还有很多老外评委老师 所以获奖了哈 对我很意外 我们都那样 那紫较仙子 遇到了你的 齐天大胜了吗 当然遇到了 真的快跟我们讲讲 2010年吧 然后我就碰到了我先生 我的先生是一名学霸 是清华的研究生 他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真官 我也是一名光荣的真嫂 好准 2010年遇到的 对在北京的一个高中 像有聚会 我先生跟我是 教友 帮充实一个学校的 但我们不认识 我们是隔壁班的 当时我们还没有微信 就是用那个QQ嘛 我先生也被别的同学 拖进去了 当时就在推压上聊 后来他就是 跟我表达 我就说 我是你至好不要找我 我说我可不是一般人 我身体不好 可能会随时死掉 可能没有办法生态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他就不带 此天白天还要跟我带一套 他拯求的你 我也没有办法呀 就你我一起来呀 后来就是 他说 没有认识我之前 他的世界只有黑色和白色 遇到我以后 他就 哇 原来是那个五彩斑斓的 原来生活这么有意思 但是也会有遗憾吧 你刚才讲 可能结婚啊 就不能生孩子 我有名 我女儿五岁 哎呀 我的天 怎么这么快讲 这样 这个宝宝怎么得来的 我们进屋内病人 是要常给服药 那么我怀孕 就得把那小药品给丢掉 等于是一根磁子 要把那种拐烧给扔掉 而且我要保证 怀胎十个月 不能感冒 不能发烧 不能拔牙 不能被狗咬 不能有外伤 不能感染 所以那十个月 我如雨薄冰 感战心天 我牛产过一次 怀孕压力更大 而且我生孩子的时候 我是顺产哦 哇 太厉害了 最近好像好多病有 妈妈抛后产生完孩子 妈妈又没有了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我当时就 不就机物力患者机 生孩子的风险 特别特别 我脑里都没有力气 你想我怎么可能 有力气 那你怎么顺产生出来的呢 当时我生我女儿的时候 我早上八点钟进了彩房 升到十点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力气了 就开始翻白眼了 我再不出来的话 孩子就会跌气了 当时就有一个 瘦瘦的小小的护士 查到了我身上 说我帮她使力气 说我们一旷地下加油 海力量三 一 二 三 是这样 然后我就使用我全身 所有的力气 在十二点半的时候 孩子出来了 当孩子出来了的时候 但是身体是紫色的 因为憋了 时间有一点长了 医生就开始打 她让她哭 拍了她好几八道 哇 小行哭了 我就彻底倒下去 不省人事了 后面我都断飘了 你没想过吗 万一你这个鬼门关 没有走过去 我想过 我当时写这封银书 你知道吗 但没有人知道 医书里写了什么 如果我这一次 没有挺过去的话 我希望先生和父母 能把女儿 好好的培养大 去跟她讲妈妈的故事 希望女儿能做一个 勇敢的人 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然后我也希望我老婆 能够未来遇见一个 特别好的女士 前情是要比我优秀 才可以结婚 一定要把女儿 好好的抚养大 另外要孝顺我父母 生孩子很辛苦 但是生完是不是恢复 也是非常的艰难的 我生了孩子 那五个月的时候 就复发了 复发了 有 特别今五月的话 熬夜是大气 感冒是大气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对 我每天晚上起来 三次未来 然后基本上 没有在她睡觉 然后到五个月的时候 受体崩溃了 1200把我拖到医院 我用天上天吧 医生就给我下了 电位通知说 就告诉佳林 如果我今天晚上 这一夜过不去的话 可能只要家里 准备准备后面的事情了 当时我们家 好多亲戚都来了 以我妈为首的 阿姨团们 就在我的房间里面 放声大哭 我跑在床上 啥也动不了 眼睛也这么开 所以我那时候 特别平静 我听不见外面 哭泣的声音 那个世界只有我自己 我在想 这么多年了 我熬得也挺辛苦的 我要不这一次就算了 就是要平和地 离开吧 也挺好的 因为我每一天高度 每一天这样 扯磨自己也很累 我只想着想着 然后门 哭又开了 就有人在喊我 他说 汪迪汪迪 你睁开眼睛 你看一下 宝宝来了 我一听宝宝 我的心中一惊 我的父亲就抱着 我五个月大的女儿 来了 当时我就 看到我女儿 说什么 东东西望 他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多的人 他从来没有见过 那么多 穿着白大褂的人 他也不知道 躺在床上的是他妈妈 我当时 鼻子嘴巴 全部身上擦了管子 脸上戴成面罩 根本 看不出来 像人的样子 我女儿 脸上的那个 不安 恐惧 无奈的表情 我到现在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当时 闭上了眼睛 我的世界 无声了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不能让我女儿 我和月中没有妈妈 我要陪着我女儿 爽大 我要送我女儿 上幼儿园 我要看她写作业 我要跟她 成为好闺蜜 我要听她跟我说 她小男朋友的事 如果她那个男人 不行的话 我还得 遭到两句 我还要让她吹唱 最美的婚纱 宠进最美的婚姻殿堂 我要摘下 她的婚姻 现场 发言 我当时就是 这么想的 就是这一股面料 吞着我 那一夜 我都只分自己 说三个字 活下去 活下去 就像复读机一样 不停在那儿复读 我不管外面的声音 谁说我不行 都没有用 因为我说我可以 正可以 不行也行 那一天 你特别长 特别长 我感觉过了三年五年 天总之不亮 因为我眼睛本来 用屁股上 我在那边放 我能感受到 外面的阳光 从我那个床旁边的 窗户射进来的时候 我知道天亮了 我的眼角流淌了 一滴 幸福的内水 因为我知道 我又一次 战胜的死亡 我觉得你看得很大 我的眼泪 我的眼泪 从来不会为 黑魔儿童 也不会飞车儿童 我的眼泪 只会感动儿童 我是因为感动 但是我觉得 这种感动 是这种力量 你给这么多 在诗意当中的人 带来了 无限的光明和希望 真的 我觉得这是你 最感动我们的地方 真的得把掌声 送给王迪 太感动了 一直是妈妈的帮 你叫我 妈妈也来了 是吧 我们把王迪的妈妈 也请上来吧 有请 有请我们王迪的母亲 宝宝你好 你好 我叫张母轩 我们为妈妈加油 我们也为你加油啊 不是说要给我们 朗诵酒诗吗 宝贝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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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发生 随风前入夜 任务系无声 也近云巨黑 江藏火独明 小看无失处 花中景观城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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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汪迪的妈妈 我今年62岁 哇 那真不像 带孩子也挺辛苦的 是吧 孩子 出生就是我的 现在也是妈妈在帮你带孩子 现在我身体好一点的话 有时候我会换一下妈妈 因为妈妈睡眠不好 今天王迪也有话想跟妈妈说是吗 对 17岁生病到现在18年 然后你一直照顾着我 在我看病 包括后来我有了宝宝 然后你一直照顾着我 我们的小家庭 其实能有现在和幸福 临时最大的工程 想跟妈妈说 辛苦了妈妈 谢谢你 我爱你 然后宝贝也说一声 老娘辛苦了 辛苦了 好 拥抱一下好不好 今天还有一份礼物送给我的妈妈 这些年代 为了我们牺牲了自己了很多时间 然后我希望妈妈 能够穿上这条漂亮的裙子 参加美美的宴会 美美的活动 或她自己想让的人生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活动 我会为你创造这样的活动 特别棒 也希望我们 谢谢 王迪的妈妈 开展新兴的生活 您也要多注意身体 健健康康的 今天王迪来到我们这个舞台 带着幸福心愿来的 那请上前一步 设助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我要出版一本 我自己写的十五万字的书 是关于你的一路走来的路程吗 一部分是关于我 从十七岁到现在生病 尽力过得恩多次的死亡 以及我如何 让自己活成了 我想象的样子 好 来看看我们 幸福帮帮团的成员们 怎么帮助你实现 你这个幸福的愿望 虽然呢 疾病给你带来了痛苦 但是你非常勇敢地 去面对生活 面对痛苦 面对疾病 那么地坚强 我想尽到我的一点绵薄之力 助力你两千元 实现你的梦想 然后也希望你今后的路上呢 能够影响到你 跟你有同样疾病的人 跟你一样生活的精彩 我们长城康达医院 减肥基地呢 愿意购买两千元的书 把你的书呢 放到我们医院的每一个床位 希望他激励到我们医院 来减肥的人 谢谢你 谢谢 今天我们节目组 也给你带来一个东西 来 请打开我们的幸福大门 欢迎您 学庭 大家好 我是乐赛商业生态的CEO 韦琪 我今天特别荣幸 受到咱们的节目的邀请 能替汪迪实现这个愿望 能帮助汪迪出道 属于自己的书 把她的故事 变成一个曙光 照耀到更多拥有 至暗时刻的人 谢谢 谢谢我们 乐赞商业生态的CEO 魏琪啊 谢谢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 通过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录制 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我们都会越来越幸福 感谢你们来到西湖来超能 再见 再见